好 歡迎回到原始新聞 我是UMAX 繼續要帶您來關心 利騎馬颱風的最新動態 利騎馬颱風雖然是遠離了臺灣 但是卻直撲中國 也在浙江山東等地 是釀成了重大災情 那目前是共計已經造成了四十五人死亡 十六人失蹤 影響是超過八百九十七萬人 利騎馬是從山東兩度登陸 最大風力是達到九級 各地都傳出災情 那其中是位在浙江省永家縣 沿坦鎮的三藻村 由於颱風是引發了艷色湖 之後潰堤也造成了嚴重的土石流 全村是遭到掩埋 許多的村民來不及逃生 也造成了二十四人死亡 八人失聯 那目前是持續搜救當中 而中國的緊急管理部 是緊急撥款了人民幣三億元 也就是大約新台幣十三億元左右 要供災情慘重的浙江江蘇 還有山東三神來使用 並且出動了三萬多名的消防 來投入救援 而最新統計受到影響的人數 已經是達到了八百九十七萬人 其中有一百七十一萬多人 是已經千離家園來緊急安置 那總體經濟損失是超過八百億新台幣 那官方估計從今天開始 利騎馬的強度是逐漸減弱 但所帶來的暴雨仍然是不能輕忽 請啥